好,接下來呢,我們都把文獻放到Zotero裡面了 那我們要怎麼去引用跟去參考文獻呢? 首先我們先開啟Word 好,選一份空白的文件 假設呢,這份文件裡面呢,有這樣子的話語 那這一位專家指出的東西呢,我們需要用一個文中引用引文的格式,就是Citation 那我們該怎麼使用呢? 那我們必須要呢,先執行Zotero的這個程式,在背景中執行 這樣子呢,我們之後呢,才可以做運作,才能呼叫到這個程式庫 那在這裡呢,我們選擇增益集 然後這裡面你可以看到17227的按鈕 前面兩個呢,是跟文中引用有關的 這兩個按鈕呢,是跟最後面文末裡面的參考資料有關係 然後這個是重新整理所有的文獻 然後設定跟斷開連結 就是把這一份文件呢,變成沒有Zotero可以編輯的格式 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選第一個,這是文中引用 按下去之後呢,它會先跟你講說是引用文獻條的樣式 那你可以選擇是APA或是IEE 那我們這邊呢,先用IEE來示範 那今天我們引用的文獻呢,都是中文台灣的文獻 所以我們就選中文台灣,按下OK 之後呢,系統就會開出Zotero的這個畫面 那我們可以選擇一個,例如像這個是現成長成長歷程的這一篇 按下OK 好 這樣呢,因為IEE格式的引用文獻呢,是1,2,這樣子去排的 這樣呢,這個就可以,這樣就引用完成了 那很多人說這邊呢,我也想要做一個引用 一樣,我再按一下Insert Citation 然後呢,選一個,例如像這個,按下OK 那你看它會自動的幫你排好順序 好,所以不用擔心說前面有引的話,我要重新再改這個1,2,3 好,那整篇論文都打完之後呢,我們可能就需要,最後面需要一個參考文獻 這時候呢,我們就選這個,第三個按鈕,Insert Bibliography 那按下去之後呢,它就會自動把剛剛的引文呢,給都弄好在這邊 好,那假設說呢,如果像這一個,它上面寫作者這兩個詞是錯的 那我們不要在這邊直接做刪除 因為這樣以後如果我們每一次啊,更新的時候呢,它就會變回來了 所以那我們要怎麼樣正確地改這個引文裡面的內容呢 我們要選這個 嗯,Edit Bibliography 這個 這個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 然後把我們覺得不太對的東西呢,稍微做一個修改 按下OK 好了,這樣就是一個很完整的參考文獻了 那用Rotillo的好處呢,是你隨時呢也可以變換 你引用的方法 例如今天呢,你 老實說,你不要用IEE,你要用APA格式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 啊,Set Document Preferences 按下去 那就是文件的偏好設定 這時候你就回到第一次我們設定的那個畫面 那你可能就可以選擇 APA格式的中文,按下好 這樣它就馬上把你變換成APA的中文格式了 以上呢就是Rotillo的教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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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